哈石上青年大解放 听完艺人们的解放方式 是不是觉得新奇又特别呢 我们今天除了现场的艺人外 也请到了各领域的青年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与众不同的解放方法 前所未尽的青年解放法 马上登场了 我们现在就欢迎第一位青厨长 来 你长得像谁 从这边开始 接近这边 他长得像谁 李盛杰 像不像 日本艺人的 钢铁准医 那是什么队的吗 V6 V6的 V6 你说像谁 没有 因为他刚刚大喊准衣 我准衣他说是你朋友 是我朋友 你跟他很熟是不是 他像谁 好 我们的重点不是他像谁 你们觉得这位年轻人 他是什么工作 他会有什么压力 跟他穿着的话吗 跟他穿着有点怪吗 医生 不说我还真的看不出来 听说这是你的医生服啊 对吧 对不对 这个医生服很厉害 我刚刚出场我就吓一跳 你知道这个 因为这医生服在2009年的时候 得过美国的设计大奖 就是我们在看日剧啊 有一个日分头在演的 Mr.Brand 他不是演一个好像那种脑科学的 怪怪的人吗 怪医生吗 他就是里面就穿这个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得奖 是因为他在戏剧里的最佳服装 讲这种吗 不是 是因为他的服装是 最时尚的医生服 他被称为说是全球最时尚的医生 都要穿这样的医生服 可是是经过设计过的 对 你这件哪里剪到的 你哪来这么厉害的医生服啊 对啊 像这件平常穿出去 就会被子子点亮 所以你自己去买来或者找到的 对 对 你是什么科的 外科 外科 你就直接讲嘛 就是密尿科嘛 对 包含一个是 外科密尿科双科 外科密尿科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讲密尿科的部分 这个 这有什么尴尬的 外科学了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科真的比较 很多事情难处理 对 其实外科 因为我们密尿科就是每天在开刀 比如说一秒钟几千万上下 因为可能 几千万 金钱的问题 对啊 医生压力大 大家都知道 他如何解压 这个你们真的要猜猜 什么 算塔罗牌 算塔罗牌吗 算塔罗牌 对 跟朋友讲电话 打控把控控对不对 我要找医生 还是打另外一种 给你们一点点提示 他身上 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 他解压的方式跟方向 我知道 帮医生服去逛街 帮医生服逛街 晚乐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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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